大家好,我是游钓行 野钓经常遇到风浪,尤其是沿海一带 有风浪的天气很常见 既是在北方这种天气也不少见 在有风浪的天气里做钓,钓鱼人的感受是比较差的 特别是看飘信号逮口,那是很不爽的 经常是有口看不到信号 或者说浮飘随着风浪摇摆 鱼刺口信号混杂在风浪的摇摆中 有事就分不出来 因此呢,我们经常在等了很久,没有信号 在踢嘎换耳的时候呢,却有鱼在钩上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但并不是在风浪中钓鱼全都是这样 也就是说啊,并不是在风浪中钓鱼 每次鱼吃钩耳都看不到信号 其实在有风浪的情况下钓鱼啊 只要认真细致的去看飘 大部分鱼吃口信号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只是容易漏掉一部分吃口信号 这是在所难免的 假如我们采用逮口和蒙钓相结合的方法 在出现鱼吃口信号时啊,及时逮口 在不出现鱼吃口信号时呢 也按一定频率踢杆 没有鱼吃口信号也踢杆次鱼 这就是叫所谓的蒙钓 实际上蒙钓的方法啊,就很容易把 浮漂没有信号反应 吃口很轻的鱼呢给钓上来 其实蒙钓啊,在四川自贡钓鱼人发明的一种叫 过河钓的钓法中 体现的是比较充分的 不管是否有鱼吃狗耳 钓鱼人都要按照一定的频率 抬杆 五到八个狗啊,同时赐鱼 种鱼了呢,就收现取鱼 没有种鱼呢,就放下等待下一次抬杆 完全是按照一定节奏来抬杆蒙钓的 我们把这个方法用在手杆 在大风大浪的垂钓环境中啊 与逮口相结合 有鱼口呢,就逮口 没有鱼口呢,就蒙钓 也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蒙钓的另一个好处是 在按一定频率蒙钓时啊 就等于在打频率鱼鱼 因为鱼鱼是钓鱼环节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这就等于一键双雕 既起到了鱼鱼进窝的效果 又有了在风浪大 看不到鱼吃口信号 也能把鱼蒙钓上来 有了这样两全七美的效果啊 最终能够多钓鱼 就是顺理称张的事了 因此钓友们在遇到风浪比较大的天气钓鱼的时候啊 不断的抛杆踢杆打频率 有鱼口信号踢杆 没有鱼口信号呢 也按一定的节奏踢杆 虽然这样做呢辛苦一些 但鱼货一定会比没有口就不踢杆啥等要多 钓友们可以试一试 好了,喜欢视频请关注点赞转发 谢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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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